晚上跟大佬约骑爬坤 大佬居然骑台死飞植 连头盔都不带 真的要捏把汗 到了山脚 发现一路漆黑 原来大佬连灯都没带 你都不用灯了吗 对啊 没灯你怎么上去 来 给你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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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要灯 居然只有我在等了 看来我只能在后面梗 这边直接小胖 你看摇的速度就知道 你看这个 大佬死飞一个持笔爬山 真的是牛逼 虽然我们爬的这个山 并不高 但是用一个死飞持笔爬上去 还真的不容易 最后一个坡 最后一个坡小哥 灌大飞轮一下子上去 这个坡很陡 估计大佬的死飞 没点大功率 都骑不上去 你要歇吗 别下去了 别下去了 下 是非上坡虽然难 但是下坡才是考验的开始 你看大佬 下坡也需要摇车 大口袋 脚也还不能离开脚塔 如果离开脚塔 牙盘会很快赚钱 到时候就会很难让脚 重新踩上脚塔 那扯速就会马上失控 十分危险 你看大佬摇车的节奏很奇怪 看得出大佬为了控着扯速 也十分吃力 大佬下坡 全程都在摇车 我跟小哥全程都在滑行 突然前方跑出了一只猫 吓我一大跳 估计我们也吓了他一大跳 看他跑足个40公里每小时 然后突然往悬崖一跳 还好他没跳上去 掉回路上 希望猫猫没啥事 没有掉下去 把他掉死了 晚上爬山真的太刺激了 但是大伙们一定要记得 带灯带头盔